密宗道赤地广论 明最初修圆满赤地 以诸行及道果之赤地品 第四之二 我们今天谈卯三 依此修空性法 由前面几句话 开始进入这一章 如是了之 卖轰空点生成要义 若以专注彼等仪家 令轰点得调柔 虽能依借流注回盘隐身 世喜之三谋地 互有安乐明了 无分别而庄严 难由当依彼方便而修 节者无我意之清净正见 若不而者 唯修彼三谋地 不能度脱三涌 这几句话是这样子讲 你依照这个恶贯 气脉明点的修行 虽然能够得到这个世喜的三谋地 也能够 在这里能够得到大乐 没有分别 庄严 你都能够得到 但是还不能了脱生死 不能度脱三涌 应该要依这个方便的方法 依照气脉明点的修行 进入无我意之清净正见 这个就是修空性 那密教本身的修行 经过这个外法 这个身口意清净 内法气脉明点 再来修无上密金刚法 最后呢 就进入这个大圆满的空性 那其实这一章啊 也不容易讲 这一章也是很难讲 因为空性啊 跟这个有 空跟有之中啊 是很多祖师 为了这个空有之间啊 经常在那边这个争论的 所以是非常的难讲 这里面也有好多段 都是这样子啊 里面有解释再解释 那么重复再重复 但是有一个原则 你假如不修空性 你没有办法了脱身世 你没有办法了脱身世 他的这个 这几句话 很简单的给你点出来 应该从气脉明点 隐身大乐之中啊 还要继续再往前修空性 那么他这个是怎么讲呢 为什么要修空性呢 也有他本身的道理存在 那么在修空性的时候 要注意些什么 要注意些什么 这里面都有提到的 他这里面呢 写到这个结合经营 赤柱尽力处 当正随观察 一切法无我 意思是这样子讲 这个观察 很重要 观察这两个字很重要 菩提心思云 若不知空性 终非解脱一 假如你不知道空性的话 始终就没有办法知道 如何解脱的 修行人修到产生大乐以后 有时候因为贪图这一种大乐 他说哎呀得到法位了 那么你坐在这个法位里面 经常能够得到永恒的大乐 他说这样子就已经很满足了 得到大乐就好了吗 我还求什么呢 其实人生真的 很多事情啊 你求也是空 所以有人讲说 哎 你今天活的有什么意义 我问你啊 你今天有什么意义 今天跟昨天差不多 早上起来 吃早餐 吃完早餐 写文章 写好文章 吃午餐 吃好午餐 回地址的信 回好地址的信以后呢 吃晚餐 吃完晚餐 这个 在家里 回家 回家 有电视 看一下电视 师尊喜欢看什么电视 看这个 好像是说那个黑社会 看完了,做什麼呢? Sleeping,睡覺 第二天又重複的 你說哪一天你真正的 你今天活得有什麼意義呢? 對不對? 還要問你啊,有什麼意義呢? 睡覺,吃飯,工作,妥妥 就是這樣子 通通講起來就是這三件事情 還有另外就是有修法啦 還有講法 有意義就是在這裡 另外在修法當中能夠得到法樂 這種大樂 今天有些人還得不到這種法位 這些法位都沒有 就只有吃飯睡覺工作 其他沒有 所以你說人生有什麼意義? 佛者是幹什麼? 這個就是要你觀察 這個它裡面叫你講觀察 你要看 師尊是得到大樂的 我經常得到法位 很快樂的 很快樂 那麼就執奏這個快樂 不再進步了 就是說我已經得到法位了 天天在那邊 這個明點 到千葉蓮花 又降下來 到密輪 又把它升上來 又降下去 every time every time every time so happy but just happy 要做什麼? 只是快樂要做什麼? 好嗎? 好嗎?